国家环境局就电子花圈和冲气拱门制定指导原则后 目前正同各个市政理事会合作 把这些原则纳入丧礼准证的条例中 这表示办理丧税的家属必须确保这些摆设不会对他人造成不变 来看记者李雨婷的报道 这家殡葬业者平时有固定合作的电子花圈供应商 如果顾客想摆放电子花圈 业者会通知供应商或请顾客直接联系 业者表示新指导原则出台后 接下来也会请市者家属向市政理事会寻求批准 一个商市里面只能设放这10个电子花圈 我们会先让家属知道 然后也需要向导考社先申请这个本命 先看到导考社会不会批准 才能让他们知道能不能设放这个LED电子花圈 这家业者表示 许多殡葬业者的顾虑是 接下来在执行和监督有关原则时 家属或受到打扰 当局今天同殡葬业者和电子花圈业者 在线上开会阐明指导原则 主席会议的电子花圈业者则表示 种种限制预计让生意减半 而目前正在探讨 如何远程为电子花圈在晚上10点熄灯 以避免多次往返所需的油钱和人力